其實使用GutaSmart這一組產品 臨床上幾乎所有的案例都可以使用 不論是前牙、小舊尺或者是大舊尺 在一般的案例甚至是一些比較彎曲的根管 或者說根管的形態比較細小或是有概化 或者說當根管的形態不是那麼的規則 比較偏向一些橢圓形等等的根管其實都非常適用 因為它就是Win Vertical Compaction的充填 那像是在東方人比較常出現 夏二第二大舊尺的C型根管這種不規則根管的形態 使用GutaSmart這樣的產品去進行也是非常的適合 這組產品的話就是最早是在去年的IDES看到的 那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它非常的有居感 那我覺得很棒的就是它這種筆形的設計 因為我們在顯微鏡下就是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是槍形的狀況會常常在顯微鏡就會卡住或是撞到把手的地方 這種筆形的話我就很好去調控我手放的位置 這兩隻呢對我來說在使用上它就是非常俐落 做處理的時候它觸感是很好的而且非常方便 其實算是很直觀我手放在這裡我就按下去了 結果也不用再去找按鈕 一般大部分的廠牌它的按鈕真的是固定的 但這個的話就真的只要按下去就可以開始使用 就是可以增加我更多的效率 當Pack的這一隻呢在切GP的時候特別的俐落 切的切起來是非常乾淨清楚 有時候有些廠牌的切下去它會有一點那種牽絲的感覺 但是這一隻的切GP真的是切得非常的好切 GOOD OUT SMART這組產品它主要有兩個部分 分別是DUNPACK以及FLOW這兩隻產品 其實我個人在臨床上操作的時候發現 它本身比起無線的設計 在使用上面其實操作就非常方便 再來就是它的按鈕的按鍵的設計其實是環形360度的 所以它不會在進行臨床操作的時候還要特別去找一下它的按鈕的位置 放在哪一個地方你就直接按 那不論是要去做加熱或者是說擠出GP 操作上面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再來我個人覺得非常不錯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它本身頭Tip的設計有不同Size 不同Gage的選擇 那要非常細的Gage的Tip可以裝上去 所以其實在顯微鏡下面去做一些顯微的操作也非常非常方便 大家會發現在顯微鏡下面操作GutaSmart這組產品 它的視野上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當我們看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其實整體治療的品質還有我們治療的效率都可以大大的提升 另外就是FLOW這一組它還有一個非常大優勢 就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定速的功能 醫師可以去設定GP流出來的一個速度大概是百分之多少的流速 那方便大家在臨床操作 不論是希望它是慢慢的流出來慢慢去做確實的一個操作 或是說其實效率上面希望能夠提升 大家已經做得很熟練的時候也可以把GP流出來的定速把它調高一些 其實都可以很幫助我們臨床上面的一個工作 這個產品呢因為剛出來的時候呢我們就非常的心動 所以就是就直接購買了 然後呢相對的呢就也有很多就是ENDO界的朋友們也有來詢問 那其實我也都非常推薦他們使用 真的覺得用起來跟其他的廠牌比較起來它的操作性更便利 GOOTA Smart這組產品它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優點 我自己臨床上面實際操作過然後上手之後就發現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希望能夠把這樣的產品能夠推薦給大家